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最后才指我这是一个乐观派 很多人认为悲观派的时候它会崩溃 会走上日本的消失了30年 不过最近有一个数字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终于回升 我们待会为大家做出比较深入一点的报道 中国为什么这一次人们并不是刻意地畅睡它 而是它的问题真的很严重 中国地方的债务我们用了一句话叫深似海 所以这个就是绝对不是几个月 甚至不是几年就很快地可以解决 它甚至经过几年后能否救回来 都是值得观察的事情 但可以确定绝对不是几个月就可以救回来 北京现在也不敢奢谈 中国要有很大的成长 崛起这些字也不谈了 它只希望中国不要陷入日本衰退的30年 而地方债务如此如此严重之下 另外一个问题是美国将来将可能当选的川普或是贺经理 都会对中国刻意很重的一个关税 我们接下来看美国的大选对全球的影响 普丁说川普只要熬过11月5号没有被暗杀 他就赢了 可是我们刚刚也为大家拿出了股票的模型 民调的确显示 普丁所预言的川普会当选在摇摆州 的确是为辅的领先 可是如果你看到股票的模型 股市的模型预估的话 那用大数据的预估 过去在股市里头涨了 就是著名的 这个American University的教授 李特曼他所说的 这种经济的模型 包括我刚刚讲的第三级的GDP呢 是2.8% 消费很强劲等等 贺经理会受惠于美国经济的增长 将会当选 所以谁会当选没有人知道 普丁说是川普 不被暗杀就当选 那民调好像川普在摇摆州是领先 那川普后来的选战策略也很厉害 那真正的重点是在扑朔名利之下 这个选情呢 最严重的是如果出现了 无法很快的产生候选人 然后出现了战争的失控 包括台海都被点名 那最严重的一定是 乌克兰跟俄罗斯还有中东 待会我们会访问战略专家 黄杰正教授 先来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经济 中大陆的经济 我刚刚说虽然有人谈到它会崩溃 不过出现那个唯一的 第一次的好数字 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China Manufacturing Activity guards as to Tentative Science of Recovery 这是华尔街日报很少用的字眼 翻译之后就是 中国十月份的官方制造业 PMI升到了50点音 结束了连续五个月的萎缩 表明中国政府努力重振经济之际 中国经济迎来初步的复苏的迹象 而我刚刚特别提到 整个中国现在终于大梦初醒 那些不断地谈中国多好多好多好 会崛起的人终于了解 现在中国问题的严重性 中国所背的债务 尤其是地方的债务 比中央债务还要多 还有什么隐形债 所以价格根本不知道是多少钱 所以它慢慢地步入日本式的通缩 它经济的确是不妙 我刚刚前面说绝对不是几个月 一定是几年 几年能不能救回来 都是问题 而中国大陆现在不断地 每个礼拜推一个强刺激政策 大概已经一个月了 但每个礼拜就会推出一个 每个礼拜推出一个 因为它知道它要面对的是长期抗战 所以它不是像以前这样撒钱的方法 但即使它现在已经开始救市 IMF仍然下调中国的经济增长 预期到全年只有百分之四点八 中国从狼性到躺平 什么叫狼性呢 就是大家觉得中国国际经济增长 像一个狼一样 现在叫躺平 躺平是中国北京的一些人 假话说你就躺平了 躺平就不会饿 就不用吃东西 没钱也没关系 出现一些各家怎么办 就是你该怎么办 就是完全是显示出中国的一个民情 它敲醒了中国 昔日的繁华是借来的吗 是一场难科一梦吗 还是中国经过这一波 把问题解决掉了 还可以再崛起 那最严重的就是中国的地方债务 它地方债务的规模 竟然比中央政府还要大 深似海 这是中国最深的一个痛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绝对需要的叫做时间 而且速度跟政策都要配合上 庞大的债务加上房地产的泡沫 使地方政府也失去了公共投资的功能 我们曾经访问朱宇鹏教授 他说他可以做很多公共的地方投资 可是地方没有钱 那中央就要发债给他钱 可是可以给他多少钱 能不能弥补这个洞 然后这个地方的公共投资 的确是有很多地方可以做投资 可是中国的债务性也到了86% 它要举着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其实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北京定出来的调 是一方面有秩序 一方面加快政策的节奏 盼望不是说很短 而是缩短这个经济停止的时间 中国这次面对美国总统大选 它选择了很快要召开了 整个重要的会议 而它召开了最重要的这个会议 将在11月4号到11月8号的时候 正式召开 就在美国的总统大选前 因为这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太重要 然后刚好看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只有在11月8号 敲定下一波的政策 中国影音平台爱奇艺 一档乐队的夏天节目里 寡一纳乐队和演员任熟悉 合唱一曲《大梦》 得到全场最高票 过一十八岁没考上大学 是应该继续还是打工去改 怎么办 来到了深圳转 有了些日子 没找到工作 钱花得差不多 改 怎么办 这首歌有八分钟 歌词唯唯到来 倾诉的当下 中国人从六岁到八十八岁 不同人生阶段的无助与迷茫 而贯穿整首歌的 是怎么办 读院如素 接问现实生活 大梦歌词朴实无话 却有情感功名 唱哭了现场观众 更在中国火树爆红 因为歌曲意境很应景 迎合了当下 中国经济消极的情绪 而这与两位数的 高速增长时期 中国人的狼性 形成强烈的对比 从哪里跌倒 就在那里躺下 从狼性到躺平 恰恰敲响中国 走入日本是通缩的警钟 国内经济正处在 结构调整转型的 关键阶段 是调整的阵痛 正在释放 中国官方一向 否认有通缩的现象 认为当前是 经济转型的阵痛 而经济学上 对通货紧缩的定义 是连续三个月的 CPF成长 中国当前确实只是 处于较低的通胀水准 但日本的经验表明 当前房市泡沫下的 资产负债表衰退 将让人们消费 更去保守 而比日本90年代更为严重的 是中国的债务问题 稍早 中国财长南弗安 首次在中国人大常委会上 做了一份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 公布中国的法定债务率 是56.1% 但对地方政府引进债务 始终默会如深 根据IMF与华尔街投行的估计 中国数千颗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债务总额约7兆至11兆美元 这直接将中国政府债务率 提升至95%至111% 过去 在去杠杆的主循率下 官方谨守财政节律 也几乎让地方政府 失去公共投资的功能 中国今年前三季强劲的出口 多少填补了房市泡沫 造成消费与投资锐减的增长都能 但9月出口只年增2.4% 创5个月以来最低 凸显美欧对中国出口产能过剩 进行反制的保护主义正在发酵 而第三季经济增长跌到4.6% 要保全联5%左右的目标 已经势必要有所作为 政策的转折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9月底的这场会议上 由习近平正式拍板 为接下来一连串 拉台增长的措施定调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 中国证监会等主要负责人 出席发布会 公布了多项金融支持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 包括降准降息 降低存量房贷利率 和下调二套房最低首付比例 以及首次创设工具 直接支持资本市场 等一系列强刺激组合权 强刺激一度是担心 计划产能过剩的中国官方 在经济调控上的敏感词 但金融一行一举一会的一把手 在9月24号 罕见同台宣布刺激政策 也正式宣告改变过去近两年多来 中国不温不火的就是措施 中国人行的量价工具启发 加上创设两项支持 资本市场的新货币工具 直接刺激的中国股市 在9月底史诗般的反弹 更让今年以来跨境资本 恢复净流 尽管股市有所活动 但一个月下来 能有20%的涨幅 短期的财富效应已表现在10亿黄金周的内需消费上 此外 降息改善市场对房地产的免质 而房市的复苏对释放消费潜能至关重要 事实上 本轮中国经济大幅放缓 正是源于房地产泡沫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但中国在消化泡沫的政策节奏缓慢 而在填补房产拉动经济增长的动能上 期待政府财政扩张的公共投资 中国确认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不敢过于冒金 中央财政还有较大的抵债空间和市自提升空间 中国财政部12号的记者会 终于回应了市场的期盼 加力支持地方化解政府债务贡献 较大规模增加债务额度 支持地方化解隐性债务 地方可以腾出更多精力和财力空间来触发达 从宽松货币政策到更积极的财政政策 今晚会谈及实际数据 但目标在让地方政府恢复公共投资功能的债务指换 将是史上最大规模 这也是必加大稍早由官方直接入市 搜除滞销房源 改为公益性保障性住房的政策领度 五月份的经济运行 趋向积极变化 尤其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 一批增降政策加快退出落地 强刺激政策让中国九月宏观经济数据 出现积极的变质改善 但IMF本周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 能将中国今年增长 从5%下调到4.8% 这些计则在正面上 走在正面上 从我们的观点 他们尽快要改善 在市场的积极 在市场主体的积极 正在为例子 在增加购率的购率 或是增加购率的 积极的购率 我们的观点 我们的计划 在最后的季度 在最后的国家 在市场主体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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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F正面看待中国的强刺激方案 短期内能稳住增长的下滑 但要解决房市泡沫后的通缩问题 这样的力度仍然不够 要提出强贵的国家需求 而让市场主体的积极 2008年金融海啸时期 中国投入四兆扩大内需方案 如今中国经济总量 是当时的十倍 要投入同比例的就时至今 立即拉抬增长 并不切时机 IMF估计 中国需要以GDP的5% 相当于6.3兆人民币 分四年的时间来稳定房市 显然 消化泡沫与2008年的旧市不同 但北京确实加快了政策节奏 企图缩短这波房市 泡沫对经济冲击的时间 市场也在等待扩大财政下 中国的举债与赤字规模 拜登在他下台之前 也在美国中共大选进行之前 再度公布了新一波 限制美国资本 投资中国的科技领域 这里头分三个 第一是半导体 第二是AI 第三是量子科学计算领域等等 而对中国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很 尤其是半导体是最大的一个限制 那美中科技战 中国会完全被打败吗 你不敢说谁是赢家 他会被打败吗 来自于中国大陆 后来在美国待了三十多年之后 回到香港 来台湾访问的李承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是研究中国基因政治 特别是官僚 基因政治的权威者 包括基辛吉在世的时候 每次中国内部一改组 二十大的时候 他就会立刻请问 这些人是谁 这些人背景是什么 因为这是他从硕士到博士 所以一直到今天累积的一个大的 一个很大的一个数据 等于是很大的一个资料库 他观察中共二十大以后的权力核心的组成 包括了航空航太 人工智慧 生物学 网络科技 环境工程 这些科学家呢 不是说 中国有这些科学家 他们是被延览进到了 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决策层里面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局常委 好像都是习近平的情形 可是下来的 中共的中央委员的决策层里头 其实是一些很优秀的 年轻的拥有国外的航太科技 各个领域里头的专家 那习近平控制了 在政治领域里头的七个常委 可是在其他领域里头 他的确延览了一些相关的人才 现在很可能就把这些人才 从中央委员提上来 让他们的决策的分量变重 李车认为呢 在整个中美科技战里头 美国未必可以百分之百的 把中国打败 很大的原因是 他用了一个科学 Science and Nature 这两本权威杂志的统计 他说现在有三分之一的作者 是有中国名字 他一起未来会有二分之一 那本来中国的相关的学者呢 并没有这样全面的 投入Science的研究 可是在美中科技战之后 中国政府全力的支持的情况里头呢 他说反而在美国压力之下 引领了中国的科技发展 过去中国是比较发展的是 它的制造业 那这方面就是 系数的比较多 中国以前念电子计算机 就是我们的这个电机系啊 计算机系的人 常常找不到很好的工作 现在是最重要的人才 你就知道说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翻转 而美国当时为了要防堵中国 在美国取得他们的智慧财产 就严查谁参与了千人计划 千人计划是中国呢 在2010年之后 他所提出来中国下一波的 发展策略里头 他希望能够援览国际的专家 所以就有所谓的千人计划 那他骗布了美国很多 各个大学里面 那他就说把这些华裔科学家 能不能找回来中国 来参与中国的科技发展 结果美国把他们看成是间谍 科技间谍就是逼走了 很多华裔的科学家 李承的看法说 这跟麦卡锡主义的情况 完全一样 就好像你把千人计划 送回给了中国 你不把千人送回给中国 中国还不见得那么快了 可以发展出原子弹 所以这一次呢 他的做法反而助力中国 本来想要带带美国的 觉得美国是一个 比较好的科学研究环境的 不想要回到中国的 那些华裔科学家 就回到了中国去 这是李承的看法 然后某个程度来说呢 中国的技术观量 2.0的在美国压力之下 以理发展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那北京呢 最近的大突破里头 很多科技人才 就因此进入了决策层 李承称之为叫做 宇宙俱乐部 因为各种类型的科技人才 统统都有 李承认为美国 跟中国这场科技战 时间会长达十几年 最后大家会看到一个答案 他用了丘杰一句话 十年十五年之后 美国人会想清楚 我当时千人计划 把那么多的华裔科学家 给赶走 然后离开了美国 本来他们可以在美国 贡献了 可是我怀疑 他们是科技间谍 结果反而帮助了 中国科技的发展 他用了 Churchill的一句话 你永远可以指望 美国人做对的事情 你永远可以认为美国 要做对的事情 之后 他们试图了 他们试图了 帮助预奋技术 像是 虚拟机器的 技术技术和 数据 这些是美国对华 科技战的最新行动 不只是在美国大选前 民主党政府展现 对华更强硬的领诈 更异在半导体 AI与量子计算等领域 确保美国领先的地位 而最终的投资限制框架 将从明年1月2号起实行 从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科技发展 很大一部分来自外商 以技术换取市场的投资转移 如今这条路走到了尽头 有近40年美国智库圈经历 先任香港大学 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 创始主任的李承 以数据呈现美中这场 没有烟消的科技战 他日前受邀来台 就美中科技竞争发表演说 尽管认同中国在某些领域 处于落后 如今也一路挨打 受到遏制 但李承对中国的科技发展 并不那么悲观 我还要回到历史 黎月社是英国科学家 也是一名汉学家 1912到1946年间 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 收集了大量中国科技技术史文献 在他的著作中 对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 提出三个四射而非的悖论 第一是当中国国家 提出科技术科技 中国的中文清济 第二是他认为中国文化 提出科技术科技 因为食物安全 中国人很严重的 中国人的负倣 中国人的负倣 所以他们也不断了工业 当英国的负倣 中国人在这些团队 中国人也不断了 中国人的负倣 现在的负倣是 在中国的东西 包括今天中的中国 中国国人的政治力量 不断了 所以说了 所谓的《企业》 这将将会来到的 所以我們在未來看到 中國會在這個區域非常競爭 李承認為中國科技發展 早已跳脫封建歷史的緊骨 更從外國技術轉移的學習與模仿 到這組創新的引領 特別是民營企業展現出來的活力 讓我給你證明 你總是說中國人會像一個追蹤人 這是真正的網易 所以我們會把中國科技發展 和甚至在微信公司進行到美國 也有美國公司進行到中國科技 但是暫時, 有中國科技的技術 但是在今後來, 一些美國公司進行中國科技 所以這是一個階段的大事 而中国科技创新已从企业到城市 并结合了区域协同发展 从点到面 形成数个科技创新梯队的二线城市 这是只有个矽谷的美国 难以披敌的 当然 虽然我所说的 是让美国愿意 但虽然 很多人是中国人 从承诺的承诺 协同一些最维合中 通常用象和波浏合到了 你看看新的知识 中国的自国上面 一人的这个世界 的一三ؤ者 這無疑是川普時期以中國行動計劃 清查中國對美國科技與學術機構 滲透的結果 斬斷了任何美中合作 共同推進科技發展的機會 所以, ironically,這是由 David Ho,台灣-born 中國-American, leading scientist in the AIDS virus He said, David Ho said, FBI has done what the Chinese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CCP organization department, has long failed to do in terms of driving, recruiting the top PRC born and the U.S. educated Chinese scientists back to China 之前,這些人都不想要去中國 他們不想要跟這個政治正確的 回到中國的動作 我認為很多人都離開了 這將是美中科技競爭 此消彼長的分水嶺 而李成以長期研究 根據中國精英政治的角度 觀察中共二十大後 權力核心的組成 科技人才紛紛進入決策成立 將更有利於中國的科技發展 這是我稱之為科技團隊 進行中科技大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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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是最高級的 政治主持人 我不會太驚訝 習近平的成績會選擇 在這群組中科技大隊的 這些人的 科技大隊的 科技大隊的 科技大隊 科技大隊的 科技大隊 科技大隊 你會看到很多 在376個 中科技大隊 他們有政府、政府、政府、 等等 我們可以問 多少美國的政策 有史上科技大隊的 科技大隊 殊其中科技大隊 很多人都是科技大隊 我記得 Bill Clinton visited China 在1990年代 他说我们有太多的法律 我们有太多的工艺 我们去交易 但是中国也不想交易 所以这是一个状态 在科技战打得如火如土的当下 李承能预测 美国10年或15年后 能会回头找中国合作 他在演说的最后 以丘吉尔一句名言作为结论 你永远可以指望美国人做对的事 但通常是在他们尝试 其他一切方法之后 谢谢你回到文前的世界 才能中保 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 黄介正教授 黄介正教授是非常著名的战略专家 他曾经在美国的CSIS 长期的在那个地方担任研究员 回来台湾以后 他也参与了美国好几个智库的 我们讲的兵器推演 他被邀请最多次数的专家之一 目前是戴家大学的副教授 黄介正教授您好 文介长好 我们很快的进入美国总统大学了 那你因为在华府待的时间非常的长 所以我们就直接问你了 就不谈分析 Information 华府听说联民主党高层都预测川普会当选 对 因为尤其是最近两个礼拜 那个势头不但是这个全国性民调 还有摇摆州民调 最主要的我们还看到了就是一些传统支持民主党的智库的学者的谈话的那个口吻 还有比如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委员会 以及这个包括第一次不endorse任何人的这个 WASHINGTON POST 还有LA TIMES 所以整体气氛 再加上最近也有很多美国的团体到台湾来 那你也知道智库学者 学者大部分都是民主党的 你可以从他们的那种眼神口吻中间感觉到他们的无奈跟焦虑 我看到Larry Diamond Larry Diamond写一篇文章在Foreign Affairs 然后呢 因为他是住一看生前非常好的朋友 他是有一个人是叫做Democratic Dog 就是民主党的狗 所以他现在非常的沮丧 沮丧 我有感觉到那个气氛 就整体的氛围来讲 好像斗志往下沉 他们觉得贺锦丽打不起来 对好像 主要的原因就觉得贺锦丽太弱了 对那个市搬不过来 这个我们来请你分析一个 作为一个美国问题的专家 early voting 就是提早投票 是 很少这么多人 6500万人都去投了 美国选民 美国全部人口才3.4亿 选民也没那么多 选民也就是几乎是占掉了他快要三分之一 接近 对接近 接近四成 接近四成嘛 那early voting这么多人 你如果就是register voter 6500万人都投票 就表示我态度已经很早就坚定 对 他显示出 这一次的 大家很想要 透过选票去表达意见的 那个意愿是强烈的 所以他觉得 他那个票要去投 另外一个 他很早去投 换句话说 他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不管是后面在发生 一直到11月5号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已经不会 他已经不会要 想要改变他支持谁的这个决定 所以他选择了early voting 那么尤其是量这么大来讲 我觉得应该这一次的 这一次尤其是摇摆州 可能投票率都相当高 那投票率越高 越显示那个社会 他的那种两极对立 或者是拉扯就越强 你刚刚提到就是 民众高层都开始做好 川普可能会当选的 准备主要是 贺锦丽是一直往下滑 那他募款也创下了历史记录 也比川普多了好多 快要两倍左右 然后媒体也全部都是他的 除了Fox之外 几乎全部都是他的 他有最庞大的助选团 从克林顿夫妇到奥巴马 那到这个 我们不要讲说什么 Taylor Swift 最近Beyonce什么 一大堆人通通都来 结果 Bruce Springsteen 你会不会认识Bruce Springsteen 我当然知道 OK I think you're too young 我会认识的是像我跟梅克尔 这种年龄的人 他是如何从云端落下来 突然就是 就好像那么高的高峰 然后就突然一直下滑一直下滑 那川普反而逆施上来 那川普的牛肉 我们在前面事业就报道 他一出来就好几个 那我从小以前是做文宣出身的 我从二级是做Campaign 所有Campaign就是做文宣的负责人 或Campaign Manager 其实最聪明的文宣 他们有的人称这个叫民粹No 这就是最好的广告 No tax 三个Tips Overtime 最重要是Social Security Social Security在美国 这样非常多人 是几千万人口 没有错 这个很厉害 然后贺锦丽几乎都每天 只在骂川普 你怎么看 第一个是他个人的智慧 跟过去的从政经验 他所做过的事情 让他没有办法去回答 很多很多非常重要政策问题 从经济政策到美元到国际关系 尤其是像我们学国际关系的 我们每一次访问都是拳头握得紧紧的 就不知道他会不会讲错话 那么他现在就是说刚刚 其实文宣下午跟我讲 还有现在我们在聊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说他目前选成这样 会不会变成台湾所谓的抓战犯 就是说变成大家认为是候选人的问题 你想想看 欧巴马其实在过去两个礼拜 在帮他助选的时候 我已经感觉到他的焦虑感了 就是他在助选演讲的那个过程当中 那种语气 那种口调 都不像一个很稳定的情绪的那种发言 他的竞选经费 我觉得是一种折射 因为其实拜登那个时候像牛布一样的 然后民调一直落后 所以民主党在换人的时候 他们有一波那种不叫庆祝行情 而是一种情感投射 就是说终于有一个机会 可能会板倒川普的机会 所以很多原来影而不发的那些捐款 很快的灌进来 所以贺锦丽在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很快的募集了很多的钱 如果说他当时的那个表现是现在 就是过去两个礼拜的话 我相信那个募款不会像那个刚刚换人的时候那么快 所以我并不认为是他个人 而是民主党一个集体焦虑的反应 一个集体焦虑的反应 我看到一个报道 就是说欧巴马 前白宫的一个幕僚 就是说如果他最后输掉宾州 也输掉美国总统大选 他应该很后悔 他选Tim Watts 然后不选Shapiro 那其实这也是贺锦丽的问题 就是说他的竞选幕僚 我们在昨天的时候播出对李强的访问 还有我也问了很多我在华府收视的人 事实上他好像跟大家都交好 他什么人幕僚都没有用 所以他幕僚就是他自己很poor knowledge 他的幕僚也很弱 然后他就每次讲话都一直重复 那再也表现他选副手 他就选了一个最弱的叫Tim Watts 然后最近还跑出一个新闻 说什么他跟中国什么人有什么情感绯闻 对对对 那些八糟 然后根本在这次选战里头完全没有加分 那大家就说你为什么不选Shapiro 就是因为你小气嘛 因为Shapiro比你优秀很多 那最后就输掉了大选 所以我已经看到那个纽约18报道 就是说他会被究责 你为什么当时不选 明明会帮助你当选的Shapiro 我觉得这就是您刚刚讲的是究责 我讲的是抓战犯 其实就是大家最后可能会归到 就是包括最多的竞选经费 包括最多的名嘴 就政坛的领袖 Clinton 欧巴马 都出来讲这么会演讲的人都在帮你 然后而且这个 可是贺锦丽他一直停留在一个类同温层 换句话他讲的政策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巩固一些本来可能就会投他的人 女人mother 然后我的同情 其实我打选战以前打 从小打选战打很久 那个助选人如果这么强 就更reflect他很弱 这是我看到的 他自己没有注意到 有道理 每次欧巴马站在前面 他在后面讲话 他就完全不可以讲 对 还有他诉求的那个东西 虽然是从他的出生 从他腹涉 从他成长的经验 可是他在美国一般选民中间 他是一个高大上的民主党 而且讲太多次了 讲太多次了 就是from the first day 他参加美国民主党初选的时候 2020年讲到限制 这样OK 那我来问下一个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就是说川普会不会接受落败 大家都说不会 而且他最近已经讲 我怀疑宾州可能会坐票 当然啦 宾州是宾家必争之地 那现在民调又一直呈现出来 就是纠缠 几乎是平手 那么那十九章的选举人票 真的也蛮重要的 所以我看了一些网站 是认为宾州应该是 川普拿得下来 我要不要相信民调是另外一回事 目前民调是倒过来 之前都是tied的 之前应该赢川普一个百分之 对对对 这是一个你要看势头 对对对 那就是说 重点是他不会接受落败 所以美国这场选举 如果是他输 就不会和平落寞 对吗 我觉得有非常非常大 包括 就是说我最近接触 到台湾来的美国朋友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忧虑 就是因为川普老早就讲了 那个如果他输了 就是不公平 所以 如果那现在 又有一些小小的事件 包括他在宾州 都讲的那些话 所以民众的情绪是高亢的 你说他在宾州 讲的那个 讲说可能那个 这个选举人的查验的 那个过程中间 是对他不利 因为他在宾州 讲了很多话 对对 他在宾州讲了很多话 所以我问你说是哪个话 对对对 就是那个查验 那个公民 就可以投票选举人的 这个资格的问题 好 那如果他很难落幕 对世界会造成国际政治 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这很重要 因为如果很难落幕 然后第一个你选举人团票 要差很远 比如说他就二三十张 然后呢全国选票差很多 选举人团票也差很多 那他怎么抗争都没有用 那如果差个两三票 差个十票 然后就是 变成局限在一个州 他就吵个没完没了 从现在的拜登的白宫 到一般的选民 大家对于 川普如果以些为差距 落败的话 他会认输的那个可信度 大家都没把握 然后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 拜登不是说没把握 他说我不相信 如果他当选 如果他落选 政权可以和平转移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那刚刚文倩讲 就是说如果产生 因为我们以前就谈过了嘛 总统制民主国家 在政权交替的时候 要换人执政的时候 他本来就是国安最脆弱的一个环节 那如果又在有票争议或选举争的话 你想想看拿特尼亚呼会怎么看 普京会怎么看 好普丁先讲普丁 普丁说川普只要熬过10月5号没有被暗杀 他就赢了 对 那意思就是他很希望川普赢 这不重要 就是川普如果不肯接受这个选举结果 然后美国就陷入一个争议 然后选举人坛制度其实非常的复杂 我们下个礼拜还请你做来兵 到时候再来说好了 就是如果两个人票数居然是一样的 都没有人过270 269对269 在美国的宪法里头 众议院用选举人团一周一票 决定谁是总统 参议院决定谁是副总统 那天下大乱的 你知道吧 抗争都不知道到什么样的地步 所以我想问你的就是说 我最关心的是乌克兰会出什么事情 俄罗斯会做什么 对 我刚好在10天前做了一个兵器推演 针对了乌克兰以及以色列跟伊朗 做了一个想定 那么乌克兰的部分 我们的想定是普京会强力猛攻 再加上北韩现在的助力 他会尽量扩大战果 然后用那个扩大的战果 再去跟川普去谈 然后让川普出面 我中间有个想定没有丢出去 就是总统当选人在当选第二天 就直接打电话给普京说 我们来聊一聊 虽然我还没有就职 但是我们来聊一聊乌克兰怎么解决 然后我想要测试我这些player 对这个震撼的消息他们的反应 但是因为我时间不够 所以这个我没有丢出来 同样的以色列 你在做兵器推演 对 做兵器推演 我们那天总共走了三个钟头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以色列 拿天押护本来就会动手的 连拜登都劝不了他 所以我们在想说有一个option 如果是Kamela Harris 当选总统 你觉得他打电话 拿天押护会怎么样 不理他 态度会怎么样 所以当美国选民 如果是看美国对世界影响力 或是跟世界各国强人领导 打交道的话 大家会对贺锦丽极没有把握 那么我中间有个想定是 伊朗在这种情况之下 在总统交接期间 拜托俄罗斯提供伊朗核保护散 这个丢下去 当时我的player有点震撼 觉得说 那这个万一以色列真打核设施的话 那俄罗斯会怎么做 大家都没把握 俄罗斯就会直接讲 因为我前面看到俄罗斯的总理 和伊朗的新总统 就已经在中亚见面了 在以色列决定要对他报复的时候 就先见面了 这个结面就告诉你说 你不要给我打伊朗核设施 我是有核子武器在手上 你虽然有核子武器 我有5500多枚 你不到这个程度 你不到我的一百分之一 来 那我们谈下一个问题 是台海危机也被提进来 因为最近 南海是中国大陆里 两台航母舰 两个航母编队 台母编队 然后呢美日也在进行 台湾如果有事情的军业 对 你觉得台海会有事吗 如果美国总统大选 产生不出来 中国会在这个时刻 选择处理台湾问题吗 我觉得不会 如果他 如果他看了文献财经周报的话 应该更不会 他在自杀 中国自己在自杀 因为美国不论哪个总统 都会对他进行金融的结算 对 因为乌克兰战争以后 中国大陆学到了一个很大的教训 就是精准针对 精准的经济制裁 尤其是针对个人的海外账户 这个对中共的高层 是非常bothering的一件事情 尤其是swift 全世界的贸易的结算 这个swift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全台湾很多人 我要称赞自己 因为我自从脑下垂体 没有功能之后 就学习称赞自己 那个时候全台湾都在说 台湾是下一个乌克兰 我就说 我就在《天下杂志》 乌克兰救了台湾 没有乌克兰这样的战争 中国不会看到说 美国怎么制裁俄罗斯 他一看到美国这样子 全世界西方联合起来 制裁俄罗斯 尤其是swift的那个金融制裁 以中国在全世界的经济跟经贸 那时候还没有现在 这个什么 这么严重的房地产危机 不要讲说现在中国经济这么糟 当时我就说 中国就绝对不会可能 在这个世界里头 考虑攻打台湾 所以乌克兰救了台湾 你同意哈 我同意 我们谢谢华俊哲 谢谢 谢谢 在中国的博士审之前的一个礼拜 再度宣布禁止美国的资本 投资中国的第一个半导体 第二AI 第三个是量子计算 量子科学等等 但是Intel可以成为例外 因为Intel现在有很严重的问题 而且它大到不能倒 Intel宣布将增加3亿美元 在中国的注册资本 扩充成都的封装基地 这个基地呢 是Intel在全球最大的 晶片封装测试中心之一 而Intel在全球有一半的 移动设备的晶片 都来自于此地 所以台积电要查 Intel不用查 下一个是Tim Cook Apple在访中国 为Apple Intelligence的落地铺路 并且和中国的高层密切接触 包括工信部长金壮龙 Tim Cook呢 还不断在微博发各种消息 希望能够得到 中国广大的民众 仍然可以成为果粉 不要离开苹果 不要因为美中冲突 也跟很多企业高层 讨论数位内容 讨论5G产品合作 那么人们看法是 它为Apple Intelligence落地 在中国铺路 而美国加强管制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荷兰 比如说台湾的台积电 在荷兰的部分 加强对晶片管制 尤其是针对OSMO 这使得OSMO的CEO 问了一句话 他说美国将继续收紧 OSMO晶片出口管制 重点是 什么是对荷兰是正确的 什么对欧洲是正确的 什么是对OSMO是正确的 那你对它的晶片出口管制 所以就影响到了光科技的OSMO 那你Intel可以去那个地方做封装测试 那美国2025年起 这个刚刚我们所公布的这个政策 是2025年起限制晶片 AI 量子科技的对华投资 路透社的报道是这个规定 是美国的财政部在6月提出来 2023年8月的时候 当时把它已经签署了 是行政命令 然后这一次呢 是完全由Paul Rosen 将这个所有的法律呢 一次确定 然后正式的公布 谢谢你收看今天文谦的世界财政周报 也特别谢谢黄金正教授 我们下个礼拜二晚上10点钟 文谦的世界周报 将特别的做美国总统大选特别节目 礼拜三也是 礼拜三呢我们一口气 从网络直播四个小时 其中一个小时是10点钟在电视播出 非常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礼拜二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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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